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来,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,中方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,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六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,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 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间,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,来华经商、旅游观光、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,可免办签证入境。